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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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定超 今天又涨不少 涨400多點 盤中是超過500點 那你的股票有沒有涨 不一定 我都是喜歡先跟你講 因為如果沒有跟你講這樣對不對 你會不太舒服 就認為說為什麼漲500多 四五百點 你的股票都沒去 因為沒有漲的股票還蠻多的 這是漲的 這是跌的 這是平的 那這個是 這個OTC也是這樣 跌的還比較多 多很多 所以你聽起來以後 會不會覺得說怎麼樣 因為你沒有台積電 所以你不能表演 人家說台積電你就不開心 對不對 你會羨慕那些有台積電的 對不對 但是你為什麼不羨慕有鴻海的 台積電有漲比鴻海多嗎 沒有 我是說一段時間同樣比較一段時間 如果你說從最低點來算 當然鴻海應該還是輸 台積電有比鴻海還會漲嗎 也沒有啊 對不對 台積電哪有比鴻海還會漲 沒有啊 你就看這裡就好了 對不對 740到984嘛 你看幅度啊 不是看價位啊 哪有看價位的 700幾塊 900幾塊嘛 你看鴻海就好了 鴻海還會輸他 賣了 幅度不會輸給他 連發科也不會輸啦 應該他第一名啦 如果幅度來講應該他已經五成了嘛 應該是這個冠軍啦 同樣的時間啊 從這個四月中旬啊 這邊啊 這邊是對不對 740嘛 鴻海這邊的時候已經 已經不是最低點了啦 已經跑到130幾了啦 130幾到208嘛 對不對 當然有台積電很高興嘛 可是500多塊的時候 你就一直要賣台積電 我不是跟你講 這是光復節的時候嘛 那時候不是光復節 155975嘛 一樣是光復節的時候嘛 這邊也是光復節 這兩個都是光復節見低點 台灣光復節見低點 那台積電這邊有個370嘛 對不對 大家都看壞啊 這邊也看壞嘛 年華哥也是啊 對不對 鴻海也是啊 現在都看壞啊 看壞了 你敢不敢去吃 你如果不買啊 看壞了就屁用啦 你有買嗎 你現在看壞了怎麼用 你如果不買啊 錦上添花而已啦 你如果買才有壞啦 用講的都沒有用啦 我當然看好啊 我從來 我有看壞台積電嗎 沒有啊 我每天都在說台積電 但是我沒有買啊 我不一定要買啊 一千八百元股票 我哪有可能每個人都買 但是這些都會我的股票 我不會一定要買台積電 但是我看好耶 我也看好鴻海啊 我當時說鴻海不去 我也不會 我的節目好像很簡單 我做的股票 我講我的 但是我不會去說 別人的股票不能買 你看有些分析是壞習慣喔 他如果做行運股 他就罵電子股不好 就叫人家不要買 擋人財路啊 結果電子股 漲得比行運股還多 或者是他做其他的股票 什麼股票 不管嘛 就講別人的不好 你是在怕假嗎 你管那麼多幹什麼 做你自己的就好啦 你管別人的股票怎樣 目的不是為了收會員而已嗎 因為為什麼要講別人不好 就是要 要叫別人不要做那些股票嘛 那參加他會員 去買那個不會漲的股票嘛 是不是這個意思嘛 你看我這個節目 你看我 我沒有買台積電喔 我是這一波我沒有買台積電 以前有買的 但是現在我沒有在操作嘛 沒有就沒有啊 不能亂講 那我們也沒有買鴻海 可是我們會不會講鴻海台積電不好 不會啊 如果鴻海台積電不好 不會漲 那我的股票怎麼可能會漲 因為他們是第一名跟第二名的群子啊 我是看漲的啊 那如果它兩個都崩盤了 那大盤還會漲喔 第三名的我們就買這個啊 我們買第三名的群子啊 這條也會輸 我每天都在講 講這支股票 回撤買點 第一買點第二買點 我在上禮拜就在講 不是 這個表格不是現在才做的啦 在這邊的時候做的嘛 我們設定一個回撤買點 對不對 那我有沒有淡輸 我說不一定會跌喔 如果沒有回撤的話 你甚至可以追高喔 我有沒有講過這句話 我說如果沒有跌 你甚至過高點你可以追高 就過高點了 你追高上去啊 追高沒有不對啦 那是因為你不敢而已啊 就是要追高啦 你追這裡啊 那你也賺這裡 你懂我意思嗎 你總不能說沒有買到370的台積電 然後500塊就不能買啊 不能這樣講啊 你知道外遇什麼 會漲你就買啊 那我有沒有講過啊 你不一定要買零發科 因為有些人不敢追高 我沒有意見 因為每一個人操作的個性 都不是很一樣 有些人專門在追高啊 你不能說人家追高不對啊 人家賺錢就好了 你差10人 他只要有風險控管就好啦 他有設停損就好 你管他要不要追高 所以叫人家不要追高 是擋人財度啊 我沒有講過啊 你零發科為例啊 這過了高點嘛 我們設定他要回撤買嘛 他不回撤怎麼辦 不回撤你就追高啊 這是一種方法 你也可以拒絕不買啊 股票這麼多 你不一定要買零發科嘛 紅海也一樣啊 對不對 不跌啊 不跌你只好追高 不要是怎樣 不跌啊 我們設定要跌 不跌啊你就追高啊 就是這樣啊 圍影 不跌啊只好追高啊 不要怎樣 長榮 我說這幾支 六支 最有可能的 這六檔裡面 最有可能的去買就是這支 但是他現在又 也是有小反彈 他也不甘不脆 他也不下來 他再下來一點就可以買到啊 再下來 我們設定的價位 這個下跌破這裡啦 再下來就有機會買到嘛 如果買不到呢 那就算了啊 你也可以等這個啊 過了高點再買啊 沒有錯啦 我去講技術分析啦 沒有錯啦 你不要懷疑我講的啦 過高點買是很正常的啦 齊鴻 也是這樣啊 懂 他也沒過高點 也沒有跌下來啊 所以 對不對 這個要等嘛 廣達 變淡啦 我們設定的價位沒有下來 過高點就追了啊 對不對 那我們有沒有用追的 沒有啊 這個我們買970 這一檔我們沒買 這一檔我們從1500買上來的 今天還一度漲停 一度漲停喔 一度漲停 點一下打個卡而已 但是撈不少錢啊 賺得非常多 快3000塊啦 快3000塊啦 他應該 對不對 12965嘛 這個比較寒慢耶 還在這裡 對不對 已經超過很久了 這是我們的股票 這支我們的 這支我們的 這支也我們的 這支我就沒辦法算了 因為這支就 99塊沒買 放到現在 隨著它 漲停跌停 我沒辦法算這個 他沒有跌我就不買了 長榮啊 我也經常說過了 萬海鴻海 萬海陽明你們做就好了 我沒興趣 那個跌生反彈的那個 我比較沒興趣 那齊鴻呢 這是我們的股票 我們買在這裡 你不管怎麼放我都不會賣啦 你上去大跌也一樣啦 我都不會賣就不會賣啦 因為這兩百 這才沒有三百塊啊 現在賺 已經超過一倍了 準備看可以賺兩倍嗎 你如果看好這支 這支這麼貴就 沒有貴喔 不貴 那是因為你不知道 你當然就覺得貴 這沒有什麼貴不貴的問題 有沒有那個價值的問題 你如果嫌其鴻太貴 那你也不要操作啊 我也沒有意見 那我們了解 我們就知道 你說老師啊 齊鴻也有賺多少錢呢 才賺14塊呢 你再講啦 你在裡讀書 你也不讀書啊 他就不是賺14塊 你就一直說他賺14塊 經常跟你說 百公百公千多別人 你也都常常說他賺14塊 那是去年的事情 你為什麼一直講呢 今年就不是賺14塊 今年賺25塊 你常常在加工14塊 對不對 廣達 我們在這裡賺 廣達 廣達 那你直接賺 199 你看他晃得多厲害 晃到320了 我不是跟你講 這邊不夠嗎 我說300塊不是壓力 好 這裡 到這裡 到這裡來 好 你們看到 老師啊 這邊都賺不到 你是在加工的 我沒有加工 因為這邊還有啊 我都給你看 我們只有寫12檔股票 沒有寫1800檔股票 股票這麼多 我只能夠挑有代表性的 但是因為一檔股票 它會影響IC設計股 一檔股票會影響 AI相關供應鏈 這個會 這個會影響所有的運輸類股 這個當然是散熱的 這個也是做SERV 所以我們把重點股挑出來 而不是亂挑的啊 而且這個都大七股 這不是投機股 這都是大隻的 大隻的大隻 老師你如果不下台積電 台積電我就每天說 我來就下 我有沒有講 如果說你一直指數 你不要怕它跌 跌沒有關係 我有沒有說指數跌2000點 都沒關係 我有沒有一直講 你不要預設立場 你也不要管 反正它就是多頭 我有沒有一直講 那我說如果你左邊的買 不敢買 沒有跌 不敢追 那你是不是要參考右邊的 右邊的還六檔 對不對 那 那你不去 是不是 這支不去 不去你不要買啊 你都不要買 我們買這個的時候 它也沒有漲 我們買在這裡也不去 不去你不要買 不用批評啦 要買不買所以隨便你 我也不會 我不會把你們鼓掌 這支還是這支 要注意賣點喔 我這邊都有寫喔 注意賣點喔 就是未來有兩個賣點 但是現在還沒有到賣點之前 你可以尋找買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左邊的這邊帶頭漲 這邊是多方式 這邊是空方式 只有這一檔是多方式而已 這邊漲這邊就會跟漲 不要懷疑 不要跟我講基本面怎樣 不要跟我講這個 這不是投機股 這些股票都不是投機股 如果你要講基本面怎樣 你要去講投機股才對 主力股才對 你不要講這些股票 這些股票沒有問題 那只是技術面的調整而已 對不對 偽創到今天才開始 有一點點反彈 我要寫一下 這賣點都還沒有到喔 我是先寫好而已喔 艾普 今天曾經一度快漲停 對不對 寫在這裡 我這個股票 除了這檔股票 比較強勢以外 其他都是落實股 今天有回撤 昨天很強嘛 昨天一度漲停 今天回撤 這邊漲了55%了 這檔股票快到了 目標價第一賣點快到了 成績也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六檔股票 是不是有五檔股票 都在相對低點 還在整理 對不對 那這樣 你有拿到表格的人 你是不是會操作 而且我每天都解盤給你看 而且我跟你講說 我昨天還講說 現在ETF最會漲的股票 最會漲的 你不要以為是這個啦 這個還早咧 這個雖然是有回來高點 但是大盤到高點 它當然回來高點 你說的是沒有 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啊 它上來沒有什麼了不起啊 它上來當然有什麼了不起 是因為這個了不起啊 這個終於解套了啦 這樣啦 3月20號 到現在終於解套了 你當時不敢唱到 買不到的避免 不是那時候不是很多人啊 為了買這一檔 有要避免的 這隻啊 避免一百坡 餘人節去買 現在有啦 現在就有賺兩線啊 賺三角啦 賺兩角半 兩角半 真厲害啦 如果說要蓋這麼多 問題你不是蓋在這裡 你買在這裡 你說這蓋這麼多 這怎麼蓋這麼多 這怎麼蓋這麼多 這要說什麼 你注意看啊 九塊九毛三 到這個 漲不到五毛耶 漲一點點而已耶 這支才有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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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嗎 ETO比較簡單喔 ETF比較簡單的 我有告訴你 你要買ETF 我當初這檔股票 還沒掛牌 6月12號之前 我就一直跟你講 台灣IC設計 對不對 從這邊掛牌是 十四塊 十五塊嘛 十四塊九毛五 它沒有跌過耶 它直接每天漲耶 今天漲到十六塊二毛三了 當然那個ETF跟個股不一樣 個股會漲停板啦 ETF不可能漲停板嘛 因為五十檔股票 要全部漲停才會漲停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但是 我講的這個 有沒有漲第一名 如果以ETF來比賽 是不是它第一名 你要聽我的意思嗎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就不想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 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 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 華仲取寵 第三 所有股票待進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 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 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 華仲取寵 第三 所有股票待進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我給各位算一下這個 你大概知道現在 你要了解一下 你就知道說未來要怎麼做 你注意看 這一波 我們現在今年很會漲 我們現在就不講其他原因 總之就去看 19291 這邊不是回撤上升季線 很多人那邊就是看壞了 在4月中而已 沒多久以前 標到這裡 這麼快的速度 4月中到6月19號 兩個月之間 漲了快4千點 3900多點 正確是3980幾點 那台積電漲多少呢 我跟你講你就知道 說你的股票沒有漲 台積電從740 漲到今天最高 我們都算最低到最高 984 漲了1900多點 台積電漲了1900多點 大概佔比大概五成 就是這一波的漲幅 3000多點快4千點 台積電漲一半 但是台積電能不能佔一半 你看台積電的全值只有三成 三成很多 但是第一大是三成 可是它漲五成 表示其他股票被台積電壓縮 都沒有漲被台積電漲走了 那一波更明顯 這一波更明顯 你一定要知道 你才知道說你的股票沒有漲 這一波是21174對不對 5月底 曾經有小回撤上升月線 我說回撤上升月線沒關係 多方式嘛 那從這邊到這裡 總共漲了2100點 到今天最高點 那台積電呢 更扯 這一次從821拼到9824 漲了1276點 台積電漲了1276點 所以台積電佔漲幅60% 比前一波還更大 台積電漲值三成 它漲六成 所以很多股票都沒有漲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加上聯發科 鴻海下去那不得了 很多股票更明顯沒有漲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績效 這個股票我常在講 這個我比較少講 這頭信這邊不是ETF在換股嗎 天天賣清光嘛 總共賣了五萬多張 賣好啊 他就盡量賣啊 因為他賣才會押在這裡啊 對不對 很多人就是因為它是成分股 你去買在這裡啊 他都賣好啊 我就牽起來了 我們買86、89 買了兩次 我今天全部把它賣掉 雖然我在節目 在昨天以前沒有跟你講 我們買86、89 我要不要講那是我的意思 我不一定會講 但是會員都知道啊 但是你也想一想 如果我 我不是 你知道我每天都講 我每天講耶 我每天講你用差的也知道說我有買 我今天109塊以上 109塊半以上全部賣掉 賺了快三成 用非的啦 這邊很好買啊 對不對 所以我不是跟你講 你也要注意這個 被賣掉的股票 因為你當初都買這裡啊 吃人家豆腐啊 結果吃到豆干啊 現在它都賣完了啊 你摸錢啊 那不賣掉了 注意看 我給你提醒 這個我們買的 這個是我們大賺 今天一度漲停 66、69 一度漲停 這個賺很多 快賺一倍了 我已經是快翻倍了 這兩股票我們買在295 參加除息喔 已經參加除息喔 已經除息了喔 今天又飆到了371塊 這支都經常在說 這支你也知道 這支賺不少了 970買的 這支還是什麼 這支都一千三百幾 一千四百幾 怎麼買都跟你說過了 這個有賺有賠都跟你講過了 我也不要再講 以前買多低啦 但是就是有賺有賠啦 就是都每天都講 這一檔我們買在1820 回撤的時候我們去買 賺非常多錢 我買1820 這個股票已經天天講了 這賺多倍啦 四百塊破起來 買了好幾次 這個股票也是一樣 這個股票賺得非常多錢 六百塊附近買的 很少講 因為它成交量太低了 我會贏 贏位啦 這不要說了 賺一倍啦 賺一倍 這我不會賺啦 差不多漲停板跌停板 跟這個一樣 這兩黨一起做的嘛 對不對 都講過了嘛 這樣了解 所以 很多人都是看我的節目 就是說 老師 那些四千 怎麼 你是十頭的嗎 我是只有四千而已嗎 你是十頭的嗎 我國標做這麼多黨 不然你是要把我穿過 都買起來 你才會開心嗎 你每天在跟我說四千 你每天都跟我講四千 你每天都跟我講四千幹嘛 我是都沒有做別檔 是不是 而且四千一檔 其中一檔而已 你股票可以買一檔嗎 誰股票也有在做一檔的 哪一個投股老師做一檔股票 有的投股老師很扯 每天都換來換去 每天追檔停了 你怎麼不講他們呢 我還是老老實實 全部大賺 這六檔股票天天講 都貼在放在這裡 只是順序調換一下而已 有五檔是大賺的 賺非常多錢 四星是有的大賺 有的小賺 有的小賠 四星是這樣 我們沒有說四星全部都大賺 但是這五檔六檔股票裡面 其中五檔股票都是大賺 我敢這麼大賺 我是只有做四星是不是 你有拿這個表格 你會知道什麼使用 沒人做的我做 我知道什麼股票會漲 我知道什麼股票會漲 我現在在今天TG裡面有講過 有一檔高價股 高價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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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蠻貴的 Server的 Server的 那檔股票 會漲不少 籌碼會漲暗定 你今天報名參加會員跟著我 我帶你買那一檔 我還沒有講 我還沒有講 我這邊稍微有提示 我這邊稍微有提示 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明天見 謝謝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